7月亞洲生技大展 我先看它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集的超盤手之路 我是謝忠林 時間過得很快 隨著這週的錄影時間 又來到2024第三季的開始 同學們知道嗎 應該開始關注哪個產業 忠林提示一下 每年的6月都有PC為主的 Computex大展 替全球的同業以及投資人 提示產業的發展重點 今年很明確就是 引領世代革命的AI浪潮 然而隨著時間到了7月 同學們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每年7月底都有的 亞洲升級大展 那到底今年升級展 又有哪些重點 忠林又在追蹤哪些 關鍵升級大廠 今天通通告訴大家 特別是忠林還要跟同學們分享 美濟法人作帳行情的關鍵重點 操作想更接近超盤熟的同學 就一定不能錯過今天的內容 進入主題之前 請新同學可以幫忙按下訂閱 老同學幫我們點讚分享 以及用流量支持忠林的頻道 其實如果說你要看升級展 最簡單的你先看三家 寶瑞 美濕 跟什麼 跟要懷藥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這三間基本上算是 算是領頭指標 而且業績基本上是交流出來的 不像有些是做夢畫大餅 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常看忠林節目的都知道 我常跟同學們講 其實就做你看到的 不要做你想像的 其實生技 它有非常多的專業知識 其實有時候說專業知識 說真的太專業的 我也不生懂 但是呢不懂沒關係 你看營收跟獲利 這是最基本的資訊 對不對 看營收獲利 這是最基本資訊 你應該要懂的 所以同學們如果要做生技 但又怕那個 他們的種類內容太難看不懂 我認為 就是像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的 你先看有營收有獲利的公司 過去的超班熟知物分別在第57集 還有第67集 我們分享過1795的美食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一檔值得長期關注的標題 因為像剛剛我們跟大家說的 有營收有獲利 基本上有三隻對不對 誰最便宜 那美食最便宜 其他那兩隻基本上蠻貴的 好不好 所以就這個重點 一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我們那時候跟大家提到 你要特別留意什麼 學癌的學名藥 L的全年營收 因為這一塊的營收其實全年 甚至說法安這個地方 它是持續在上調的 有望帶動公司在金銘兩年 業績是持續的往上走 再來是收賄學癌 學名藥 L的熱賣 法人預估 金銘兩的EPS 會分別落在新高的 18.51和25.33 最後是表中五款新藥的進度 當然隨著時間過的半年 近期有些新進度 這集我們也更新三個新進度給同學 首先 近期市場對於公司的狀況 主要把重點放在 躁鬱症的新藥 NRS101的中值開發上 但是這點多數反而認為 其實影響公司的營運其實並不大 重點反而是放在6月初公司公告 以15億的台幣收購泰國藥品的通路商身上 由於整個東南亞的藥品市場 雖然是全球少數快速成長的區域 但是一直缺少有領導性的整合廠商 這筆交易預計會在年底就會合併報表 反而預估在下半年 還會有一個東南亞的併購案 整個東南亞對美食的貢獻 渴望在3-5年內直追韓國 來到年收50億左右 因此我認為美食接下來 還會維持持續的成長動能 第二個則是5款新藥的進度更新 其中以2款癌症懸民藥的進度最快 已經分別在第一季取得 美國臨時新藥的申請核准 3款生物相似藥還在等更新的公告 最後同樣把重點放在 血癌懸民藥L的出貨上 根據凱基證券6月中的報告顯示 美食在今明2年的EPS 已經上調到19.17跟28.93 比上次中年在6、7集分享的還多 所以如果有新同學還沒看過 5、7和6、7集的 我建議回去補課 這兩集相信會對美食的掌握度可以更高 周老師除了美食以外 這次的生技展還有哪些值得我們留意的方向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次的生技展跟6月的Computex一樣 規模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甚至規模還擴大到去年的3倍 依照這次沾的內容來說 其實大致上分為4塊 一個是過去同學們常聽到的CDMO 也就是台灣最擅長的代空 第二跟第三塊 第二塊則是目前政策重點推動的 醫材還有精準檢測 第4塊就是台灣的立法院 雖然說常常在吵架 但是他剛剛通過了什麼 再生醫療領域 其中我認為可以先關注CDMO的部分 因為就像我開頭提到的 去做你看到的不要做你想像的 同學你們不要覺得做代工的 是很low的 以目前的生技股王寶瑞來看 他就做什麼 他就是用代工一點一點的 把獲利引收給撐起來 其實近期原大也發表了 一篇有關生技產業的報告 內容主要就3個重點 第一個這台廠現在 激期在購病廠房還有通路 持續在擴大什麼 擴大產品性跟產能 專注在美國市場的拓展 第二個是已經上市的血涯藥 它這個是穩定成長的 其他像是糖尿病藥 抗癌藥等立即的仿製藥 未來的成長基本上也還不錯 最後一點是最直接報告點名的 受惠新產品的上市 讓購病帶動獲利的穩定成長 因此認為美食寶瑞還有台藥 台藥不是627的台藥 是光字旁的台藥 基本上這三家是CDL的部分 是當前可以主要觀察的鬥一下 那算一算超判手的節目到今天 也有90幾 即使不算這幾的話 節目至少也花了10幾 我們在聊什麼 在聊生機 所以包括像寶瑞跟台藥 其實也都是中林過去分享的標題 說真的我在超判手之路 算是把稱計產業的框架 分享的相當清楚 當然如果同學們還想知道更多的 公司更新的進度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當然對於基本面的認識 是一個超判手本來就應該持續累積的基礎 不過要說到實際超判的決策階段 中林還是會回到觀察出馬面 甚至是投信的買賣超狀況 理由是什麼呢 其實同學們你要知道 一般來說 投信他不會亂買股票 一般來說都怎麼樣 跑過公司寫過報告 開過集體學者會議 之前那種奇奇怪怪的 什麼晚上喝酒 去酒店 然後隔天亂開單 那種狀況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那現在的狀況基本上就是 操作技巧是關誤到他們的獎金嘛 所以呢 所以就是投資技巧 基本上就是掛帥 所以他們的決策 基本上就是有兩個重要的特性 第一個就是相對的嚴謹 投資部位在建倉前 像我剛剛跟大家說到的 基本上 跑過公司寫過報告 開過集體學者會議 然後呢 然後大家一起開會 研究人的報告拿出來 大家一次看一下 討論一下買什麼 第二個 如果說是成長性的投信的話 他要求是賺波段的比較大的報酬 所以他不會像短線客投資那樣 可能賺個3-5%就跑掉了 今天漲停板趕快追 明天呢 明天一開高可能就趕快出 或是說不開高也趕快出 哪一出就出到點停板 投信的部分他會持續的買 甚至他們股票不會一次買到滿 就會慢慢買然後慢慢攻 那直到獲利達到什麼 達到預期目標的一個長期過程 也就是一般來說 可能是他們內部的報告 因為投信是什麼 白賽 他不是銷賽的 所以他們報告基本上外面也看不到 但是呢 還是會有一個目標價 到了他們就會怎麼樣 到了他們就會陸續的調節 所以多數是什麼 長期波段 那就有機會怎麼樣 讓我們來跟風 所以重點來了 投信每天在買賣 甚至什麼時候買的股票 是同學們要關注的 這裡終於分享一個觀察重點 就是每一個新季度 同學我說的是新季度 其實新季度 每個新季度 因為投信在比績效嘛 上半年比完了 第三季開始了 那第三季開始 如果說績效比較不好的 他們就幹嘛 想要彎道超車嘛 那彎道超車開會嘛 開會決定說這一季要做什麼 所以呢 所以每季的前兩週 在買超的標底 同學們要特別注意 因為投信有所謂的跟單 特別是很多的大投信 其實大投信很多都什麼樣 什麼什麼台大的嘛 政大的嘛 其實很多都是學長學弟 有時候開會的時候 欸學長你在買什麼 學長買這個 哇好像很棒 那我學弟也要跟一下 所以有時候 你看大投信 他們的那個持股 就是大投信 網站上都會公佈嘛 你會發覺 下面很多那個基金啊 基金啊 你會發覺其實 股票差不多差不多 其實為什麼差不多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這些股票 它是有族群性的 那那個族群呢 就很有機會成為怎麼樣 那個族群就很有機會 變成當季的主流 所以同學如果想知道有關這方面的資訊 喔 老規矩喔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人數夠了 我們就來分享 當然還是要提醒大家 聽到什麼呢 投信有分 兩種 一種是什麼 ETF ETF追究什麼 高股息 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就是追求高成長的 所以兩個不一樣喔 你不要看到 哇 投信在買這個 高成長跟高股息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你要大波段的話 你還是要稍微判別一下 這支股票到底是高股息在買 還是高成長在買 好不好 這個地方就提醒大家 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OK 這集的內容就大致到這邊 三個重點 整理給大家 第一個 每年的6月 電子股有Computex大展 替全球的同業以及投資人 提示產業的發展重點 但是到了7月 有升級漲嘛對不對 而且呢 而且電子股漲高了 如果說你不敢最高的話 生技股很多都還沒大漲 還沒大漲 7月底又有升級漲 搞不好升級是怎麼樣 也就會轉強 第二個 隨著升級漲的議題 總理認為喔 那你要先關注 那些有贏收有獲利的公司喔 特別是 頻道過去我們持續分享的美食 他受惠學 學民藥的熱銷 是有望帶動 今明兩年獲利持續創下新高的 那第三個 觀察每一個新的季度 投信前兩週買超的標底 因為很有可能 在前兩週買超標底 如果是成長型 投信在買的話 他們就會成為 當季的類股主流 當然 總理會持續分享更多的 關鍵行情 所以 新同學會幫我們按下訂閱老同學 幫我們點讚分享一些 流量支持我們頻道 那麼感謝同學們今天的收看 我是謝忠臨 下週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拜拜 請問問